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3月12日,2021-22赛季,NBA常威赛,激战震撼。 根据赛程安排,太阳队,将于今天主场,迎战猛龙队。 在赛前训练中,近期,因伤一直休战的保罗,也随队一起训练。 太阳记者Kelen Osak晒出保罗的视频,可以看到,虽然近期受伤,但保罗的状态,还是很出色的。 在其中一个视频中,他出手三四左侧,45度三分,全部命中。 另一个视频中,保罗,更换了投篮位置,但依旧保持130分命中率。 在全明星周末前,太阳队,与火箭队的比赛中,保罗,遭遇手指受伤,之后,他被诊断为,右手拇指撕托性骨折,将在6-8周内,进行重新评估。 自从保罗受伤之后,太阳队,一共出战了8场比赛,他们取得了,5胜3步的成绩。 目前,太阳队战绩,为53,胜13负,排名西部第一位,领先第二位的灰熊队,8.5个胜场,不出意外的话,太阳队,将拿到西部常规在投名的位置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今天的赛前训练环节,太阳队内,进行了投篮比赛,最终,保罗赢得了比赛。 太阳队球员佩恩说道,他用四个手指,就打败了我们,他把我们打爆了。 我真的对此很惊讶,看到他出现在训练场上,感觉很酷,我本来认为,他不会去进行投篮训练的,这是一个好的迹象。 本在即期今。 本来是个人的赛前训练场。